好,謝謝 我們處理的流程呢就是先處理這個4件臨時提案 然後完了之後呢 與解凍案無關的行政官員可以先離席 然後呢我們就會再來討論 105年度內政部及營建署等單位預算凍結項目計19案 而其中相對比較單純的報告是像第三案之第六案 我們處理完之後休息五分鐘 然後把後面的是幾案我們再坐在這邊協商來處理 這樣好嗎 好,可以的話我們現在來處理臨時提案請宣讀 委員賴瑞隆等五人提出臨時提案 擔任保全人員為中高齡勞工 以退休勞工或尋求二度就業勞工主要選項之一 然現行保全業法第十條之一第一項各款的限制規定 相當廣泛 對曾經因處罰犯過違罪輕罪已超過十年或更久 而未在犯罪並欲從事保全人員工作之國民 已造成不當求職限制 不僅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指 亦恐因求職不順嚴重影響家庭生計 對此內政部業已積極推動保全業法全文修正 迄今召開超過八次以上修正草案延商會議 表示未來將適當放寬保全人員從業資格限制 以服時代人權潮流 故內政部應於二個月內提出保全業法全文修正草案版本 或第十條之一之修法意見及修正草案版本至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必立修正修法事宜 委員趙天林等八人提出臨時提案 鄭南榮先生為爭取台灣人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衝撞當時政府前置言論自由的專制作為 除創辦雜誌社堅信言論自由 並在1989年4月7日政府當局強制逮捕前自焚犧牺牲 鄭南榮先生的堅持促進了台灣民主化進程 此舉亦促成台灣人民爭取廢除刑法第100條 爭取台灣民主自由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 蔡英文總統於今年4月7日出席鄭南榮殉道27週年紀念追思會時至此表示 執政後將兌現承諾將4月7日定為言論自由日 原始建請內政部應於今年底前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第五至二條增列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 委員黃昭順等四人提案 有鑑於聯合國大會通過12月10日為國際人權日以彰顯人權價值 針對台灣歷史上對人權議題有重大貢獻者 應否訂定紀念日應姿勢體大 以全盤考量 請內政部提出相關意見後 向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是否有當盡請公爵 委員陳其邁等七人提出臨時提案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唯一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 依法該會應向內政部申報決算書表 包含決算報告書 收支決算書 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 為該會七度拒絕提供相關資料 並經內政部予以警告主份 內政部應於一個月內主動清查 登記於該會或其附屬組織名下之不動產相關資料 並送本院內政委員會 必立清查是否有不當取自國家之資產流向 宣讀完畢 OK那我們就主辦來討論 針對第一案的部分 請問這個各位委員跟主管機關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意見 來我們請署長 第一案同意的是有跟委員報告 是不是改成三個月 黃燕鑫等一下 同意兩個月改三個月 兩個月改三個月 那黃昭順委員 好的請 主席各位同仁 我今天早上七點多來立法院的時候 我在三樓的這個走廊上 我親自拍的相片 這是民進黨找來的保鏢 今天早上在外面就是在走廊上 我特別他們知道我要拍的時候 他們故意把臉轉向外面去 然後之後我還去問這些警察同仁說 到底那些人從哪裡來 他們都不知道 我想後來我根據我的了解 他們說是民進黨找來的保全 但是我看是保鏢戴著墨鏡 那我想今天要用這個臨時提案通過 我認為齊齊以為不可 如果說我們不斷的用這些暴力的行為 我不知道警政署今天有沒有看到 那個警政署長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我還特別去問你們的警察同仁 因為你們的警察 我們怎麼會警政署派警察到我們立法院 結果警政署是在電梯口那邊 署長請你告訴我 然後他們的保鏢是在我們 靠近我們委員會這邊 企圖製造暴力非常高撞 我相信很多媒體也都看到了 這是我親自用我的手機拍的相片 因為我非常敏感的就去把它拍下來 所以今天要提這個案子我有意見 如果說我們人民不斷的被這些人威脅恐嚇 那我不知道我們這些人民 我們連在立法院都要被暴力這樣子的威脅 我們還有什麼不能被威脅的 所以我反對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而且我要請警政署跟我說明 今天早上我還特別到電梯口去問了我們的警察 說那些人從哪裡來的 他們知之烏烏告訴我說是有情之所以有 有什麼我還以為是國安會派來的 請警政署告訴我 到底那些人從哪裡來的 各位委員報告我們來瞭解一下 因為我們保六總隊負責園區的安全是接受我們 我想我們保六總隊來的都穿制服 他們沒有穿制服這是我親自拍的 而且戴著墨鏡 戴著墨鏡 我看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我一早上然後他知道我在拍 他就往窗外去看 他們沒有穿警察的制服 沒有穿 我們的警察人員是穿制服的 我特別都把它拍下來 因為我們上次在討論集會遊行法的時候 我們還特別要求我們的警政員員 必須要有備章 必須要有什麼說明 今天為什麼我們立法院 會有這樣子的人員在我們立法院 請你們告訴我們 民進黨為了一個法夾灣的案子 可以用這種暴力的方式到立法院 那我請問我們立法院未來受什麼的保障 請那個主席要處理 我覺得明天禮拜五我還要請院長處理 原體案人有意見 沒有道理 而且我反對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因為他們後來跟我講說是保全 如果保全人員會用這種方式 聽到你的意見了 絕對有關係 好 一個 黃委員 我們是不是會讓那個原體案人說明一下 證據在這裡 在我的手機裡面 就是民進黨併的保全 好 黃委員我們是不是 黃委員 我們讓原體案人說明一下好不好 我特別去把它拍下來 而且還去特別去問 我特別 都要開玩笑 黃委員 立法院可以用這種方式 要戴著墨鏡 高大人 怎麼沒有這證據 我跟你講 不要做菜的句話 來喔菜 成績外就是專門作賊喊作賊的人 黃委員 這個那麼清楚的一件事 那邊其他人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 那個 那個主席的事情 我有 我有看到委員之間推及啊 我沒有看到其他人推及 所以我們看一下那個 好主席各位同學 這個案子非常單純 我小港的選民 有一個選民來找過我非常多次 他是在做保全業 但是因為他就是最近的工作上有問題 因為沒辦法那個 所以他有跟我反應這個問題 就是說 他在20年前的時候犯了一個違罪 犯了一個違罪 然後因為那個違罪的關係 他沒辦法擔任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他希望我能夠反應 基於20年前犯的一個錯 而且是違罪 但是卻導致他不能夠 在中年以後他失業 我想很多中年的一些勞工 要找到好的工作不容易 那保全業其實是他們 相對能夠幫家裡有一個溫飽的一個工作 那他遇到很大的一個困難 所以來找我成績 我覺得這個合理啦 所以我就提出了這樣一個案子 那我不懂啦 華為人怎麼 為什麼跟今天完全扣連在一起 今天很單純 因為今天是內政委員會的開會 我知道 部長和署長會來這邊 所以提了這樣的一個案子 那希望能夠 在我們彰顯我們人權的一個 尊重工作權的一個狀況下的時候 能夠修改放寬 而這個案子也不是我現在提而已 我也問過警政署 警政署也開過八次會 而且他們也支持要放寬 只是他們還沒有把那個時辰抓出來 而我希望他們加快 因為有可能加快的結果 可以讓這些尋求這樣保全工作的人 他們有更多的一些工作機會 幫忙他們幫助他們 非常簡單單純的案子 我認為不要過度去政治化 也不要過度去抹黑整個案子 謝謝 好 我們這樣子好不好 就是也讓黃委員聽看看 這個警政署在我們立法院裡面 是受那個我們立法院的指揮 今天因為我們可能場面會比較混亂 所以呢 警政署這邊 他這個不宜帶立法院去做說明 你只要先跟我們講 看看那個是不是誰 是不是你們的人這樣子 讓我們知道一下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應該另外黃委員你想去救教立法院 應該是由立法院來說明 那另外他們有沒有違反相關規定 其實那就再說 但是怎麼樣都跟我們內政委員會 跟這個案子無關嗎 那個也是在那個 衛環委員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這個 那陳超民生委員 我講的差不多啦 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本案好像跟這個 或者在衛環委員會那個樓層發生的關係 應該沒有直接關係 應該沒有直接關係吧 請 其實我覺得是大大有關係 當然我們不能只說 他那個是不是保全人員 但是今天的開會 尤其在樓上 引起很大的一個震撼在 那裡面怎麼有戴墨鏡了 一照相就轉身了 這實在是令人懷疑的地方 那黃委員強調的是一個保全人員的時候 所以修這個法 也要特別的注意 那你要修得讓人家心虎口虎的話 我覺得請正史先把這個調查清除一下 到底那個人員是來在哪一個地方 讓大家能彼此非常的放心 當然 賴委員所提的案件 我會碰過這樣 如果違罪輕罪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有一種 規範在那邊 如何制定的法律 能非常適合又適用的 所以今天討論這個案子 我也希望民進黨委員的朋友 不要這樣子就生氣 好像你們講的有道理 我們講的都沒有道理 真的要講今天實在是太沒有道理了 我不會就跟你們扣帽子 好不好 他如果提出這個質疑 你們現在已經執政也要謙虛嘛 請聽嘛 以前你們在講話 我們怎麼哪裡會跟你講 你這樣講的怎麼樣 我們都非常的尊重你們 所以你執政的時候 當家不鬧事 學清晰一下 要是今天我當總長 我一定留血 我才會出名 我跟你講 然後你這樣就這麼好鬼 所以彼此請聽我們的聲音 好不好 拜託一下 謝謝 好那個黃詔順委員 第二次發言 請 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住過大樓 很多的朋友的社區都有請保全 因為 這個裡面 我今天早上看到 我覺得 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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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的感覺 如果那些是保全 但是 我們 他寫著這個說 違罪 輕罪 我不知道什麼 違罪的範圍到哪裡 輕罪的範圍到哪裡 因為我們社區裡面 都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邊 那如果這些違罪跟輕罪 又涉及到 像今天早上 還有被 我們的女委還有被襲凶的 那如果類似的事情 這個保全 本來就是很重要 本來操守就是非常 對我們而言 就是非常有保障 那你總是要告訴我們說 這個保全的 違罪是什麼違罪 那如果說日後 發生一些 不必要的危險的時候 要誰來處理 要誰來負責 剛才那個 警政署是說 他們可以延長一點 三個月來去做 那個研議 那賴洋人委員他基於 朝野的和諧 尊重 昭順姐姐 人家提案人自己說 他願意 這個案子不處理 這樣子 是不是可以更朝野 更 有更多溝通的平台 這樣可以嗎 好 但是請警政署這件事情 不管政反意見 請繼續研議 因為你們本來就要研議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但是我請警政署去把 因為今天早上 沒關係 那我們是不是 就先這樣嗎 剛才的話 您都已經表達了 三樓派的哪些警察在哪 好了 好了 來 沒關係 我處理看看好不好 請那個黃委員 聽我講一下 好 黃委員 我剛才有講過 請警政署確認一下 那個我們 黃昭順委員 所派到 是不是你們的同仁 那如果是他沒有 帶備賬或什麼 請他下次改進這樣好不好 那 沒關係 我確認一下嘛 然後就是說如果不是你們的同仁 那接下來跟你們無關了 那是我們立法院自己的事情 好不好 你們也不需要什麼調查不調查 你們沒有這個權利 好嗎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立法院自己的事情 OK 那第一案就這個 就不處理了 好嗎 那我們再進入第二案 第二案看起來跟第三案有點這個 類似啦 啊是不是我們要不要共同討論一下 看一下主管機關的這個意見 或各位委員的意見 好 那我們內政部要不要先表達意見 針對第二案的部分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 那我們也就通過了 那再來第三案 第三案有沒有意見主管機關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啦 OK啊 好 那我們也就通過了 那第四案 第四案的部分 來請陳其邁委員 這個案子好 我是不是可以請那個 那個部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這個這個案 因為我們過去啊 曾經去韓七次的這個不聯會嘛 對不對 但是他的上次我們在3月1號 我們所做的決議裡頭 我們所做的決議裡頭 有要求說 內政部要提供歷年的這個 一個綠軍圈政府捐助 這個補助的數額 預算 決算報告 資產負債表 還有一個叫財產目錄啊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要的資料裡頭 有財產目錄這一項啊 但是提供的資料沒有啊 所以我們要求要提供我們的這個財產資料啊 啊 部長 你們送來我們委員會的報告裡頭 就缺了財產 財產的這一個目錄啊 所以我們要求說 內政部應該會同財政部 把財產總歸戶的有關 互聯會及其附隨的這個相關的法人 好這個部分一併清查 然後把這個資料送到我們內政委員會啊 不然這幾年 他也不理你 對不對 這幾年下來 你去文七次他連理你都不理你還去書院 那我們這個書院也不影響執行啊 我們就應該繼續啊 你繼續去韓嘛 要求他提供他的 包括他的財報 他不提供 第一階段你當然是警告 接下來就可以撤銷他的決議或停止 限期改善 甚至最後解散啊 你就要繼續走啊 不然你拿他沒辦法 我們今天假如說 你先不管不讓財產管理委員會 你先不管那個基金會的一個運作 你連要他要財報 那所有的法令在人法裡面規定的清清楚楚啊 那我們內政部今天應該依法行政要繼續走下去啊 部長是不是這樣 所以已經是警告了嘛 那警告他書院是歸書院 但是我現在是說 對於您所提的這個臨時提案 我們是不是來處理一下 我們該走的程序都會照走 我剛才已經答覆過了嘛 該走的程序都會照走嘛 現在是警告嘛 那現在就針對您提案的部分 確實是以現在如果我們就 那個提案的部分 內政部應於一個月內主動 我們加了幾個字好不好 就地級資料庫內現有的資料進行清查 你也可以會 因為他現在拒絕提供你整個財產清澈嘛 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在這段期間 做一些資產的一些轉移啊 或者是這個過去的一些 他的財產過去的一些來源的一個取得 這個我們都無從查知嘛 那這個當然也配合 所以你會從財政部理 他整個財產總歸戶 你就把所有的財產全部調出來啊 那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個我們來努力啦 但是我們現在針對你的這個提案啦 我們是不是來處理你的提案好嗎 那我同意啦 你這個 因為那個這個推動我們當然是 就是地級資料沒有這個財產的規律 我同意啦 但是再加一個啦 假如說 假如啦 不聯會在一個月內 他還是拒絕提供 那我們要求 內政部應進數 要求限期改善 做成限期改善之處分 如果 藉三個月 沒有改善 齁 那我們 我們認為應該是 呃 這一個按照 人團法第58條 應該你配置他許可或者是解散啊 你要採取一些比較強 這個強制的做法 你有手段嘛 你有工具嘛 你現在不管 不讓他管理委員會 反正他資料就是不給你 然後用訴願的方式跟你拖 這幾年下來 我覺得齁 我們內政部這樣真的是會讓人家看破 委員過去一直 情人一直都沒有回復嘛 是啊 我們現在都已經採取行動的警告 他回復也沒有 他還是不回復啊 但是按照法律 按照法律的制度 本來就是一種加溫型的嘛 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了 所以 所以剛才我也已經說了 按照制度走嘛 這個部長我給你時間嘛 那國會也是 我們也有我們的這一個 這個我們 國會的這一個 這個 我們的一個 要求啊 對 我要求三個月啊 你假如他 他預期還不改善的話 我覺得你們要繼續往下走啊 因為他可能他有他的回復的情形 所以我們 我們按照 我們按照 國稅局講 連理你都不理你啊 葉俊榮是誰耶 他根本不把你看在眼裡 不是我啦 是內政部啦 一樣啦 是我們的職權 以前 我們現在已經 部長 我這講話重一點喔 以前我們還可以講說 國民黨包庇喔 我們現在要求說 我們的內政部 民進黨執政的內政部 就是要貫徹 我們人團法相關的法律規定 他拒絕提供的話 那我現在要求三個月內 假如他預期還沒有改善的話 你應該是 立刻被指他許可 或者解散 要打行政訴訟再來 你怕什麼 你怕什麼 你怕什麼啦 委員 我們沒有人在怕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按照自發行政 在走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求時間 在走了嗎 那部長 我要求三個月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們努力做嘛 所以我要求嘛 你要要求三個月你們可以決議嘛 但是我們努力做嘛 我們努力做嘛 我就決議啊 好不好 這個部長 我是語重心長啦 我們也了解 我們也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我們努力做啊 在國會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決議 或者是國會的一個要求之下 我們內政部要 硬起來嘛 對不對 你就強力要求他嘛 我們已經走程序已經警告了 然後說做任 婦聯會 這個來一個文 說拒絕提供 然後我們 等著他訴願呢 我們就繼續要求啊 三個月沒有改善 就撤銷他的許可啊 你看他 他會不會來跟你報告 然後有說 中華民國 從1950年婦聯會成立到現在 沒有一個單位 沒有一個政府部門 可以管得了婦聯會 開什麼玩笑 我說我們做事這種情況 我們不管 部長 所以我要求說 不聯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內政部要強力去處理啊 連財報我們都看不到 其次公文拒絕 提供相關的財務資料 公這個 我們包括主管機關 跟我們國會來檢視 開什麼玩笑嘛 委員我們程序已經啟動了啦 繼續按照這樣子 這個部長加油啦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個 陳先生委員跟我們葉部長的 這次溝通裡面 是不是有修正委 內政部應於三個月 內就地級資料庫 主動清查一下都同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剛剛的討論是這樣嗎 就是三個月內 要求他提供這條罐 應該採取進一步的 這一個發話撤銷 呃 被指許可或解散 呃 就你剛剛的那個提案 拒絕提供資料的話 你剛剛的提案裡面 好像沒有這樣的用語 是不是 我們請黃昭聰委員 陳超明委員 那請我們會不會人員協助 看剛才那個陳委員他們提的那個 聽到陳清邁的委員非常的寶貴 好我也仔細的聆聽 不維護黨產 也不維護什麼 但是要依法來行政 但是你要曉得 人民團體法第三四條裡面講了 人民團體應每年偏照 呃 預算 結算的報告 提供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合佩 啊我現在請教部長 那婦聯會 他每年有沒有送給我們 主管機關應該是內政部吧 你怎麼給我問一下嘛 我官方的真實回答不要那麼兇啊 那是不是 部長還是哪一位比較熟悉的可以說明一下 有沒有核備啦 有沒有報給你們啦 跟委員報告這個都沒有報 都沒有報 這個真的要檢討 有時候聽他們講話 沒有我老實人講老實話 沒有報 要核備啦要核備啦 好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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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高興啊 啊如果齁 欸我請教那還有一個問題 那人民團體是不是如果依照這個 欸人民團體 每一個團體都要核報到你們內政部嗎 有多少跟你們申請了沒有核報了 有沒有這個資料 好 好 你中央執管了中央執管了 中央執管了 我不會成這樣阿伯啦 我不對我們會承認啦 幫我弄一下 沒有 如果人民團體 如果你們現在內政部 只要跟你們核備的 每一個人都要去核備 那你跟 在你們喔 內政部所登記的 那個人民團體 有多少沒有核備啦 因為我們對於 一般的社團跟政治團 跟政黨是分開去處理的啦 那政黨的部分 政黨的部分因為他 你把互聯會當為什麼 是人民的社團還是政治團體 他是政治團體 他是政治團體 是政治團體 是 那政治團體從95年 我們 開始有一個政黨財務申報要點之後 他就沒有 他一直就沒有申報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你怎麼認定他是政黨團體 因為他來申請 就是申請政治團體 喔他本來登記就是政治團體 是是是 好那互聯會要自己負責 好 好謝謝那個 陳商民委員的釐清喔 那我們 他剛才的修改文字是 倒數第三行 內政部應於三個月內 就地級資料庫 主動清查 並加最後一句 如人拒絕提供上開資料 內政部應依法 命令 廢止許可或解散 好嗎 因為就是要叫他給資料嘛 就請他要提供 沒有啦 他是說不拒絕提供啦 如果還是拒絕提供 好 那如果沒問題要就通過 好 臨時提案處理完畢 你 蛤 就是照你寫的那個念的啊 OK啦 叫你那個 來 來 電腦下來啊 我繼續 那就是要處理完畢 臨時天 好 好那我先補錯錯名 徐委員 曾衛書面 執行列入公報紀錄 好請葉部長說明一下 剛剛跟陳委員 陳委員討論啦 那個 那個 應該是 呃 就是這個方向 陳委員講的那個方向 我們覺得都非常好 但是具體的文字上 應該是 無人拒絕提供上開 呃 資料 依法處理啦 齁 那這不應依法處理 對啦 就依法處理 好 這樣子就更 更 中性啦 好 以法處理 好 好 內政部應 如果人拒絕那個 提供上開資料 內政部應依法處理 好 好 OK 那 臨時提案事件已經處理完畢 齁 我們現在接下來處理 有 還有什麼事嗎 我們接下來處理解凍案齁 所以與解凍案無關之行政官員 可以請先離席 那 我們現在要處理 105年度內政部及營建署等單位 預算凍結項目計十九案 我們首先要處理的是報告事項 第三案至第六案請宣讀內容 第三案 內政部含 內政突出整合應用計畫 凍結八千六百五十萬元 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 第四案 墾丁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保育研究計畫 以外 凍結一千萬元 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 第五案 泰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編列園區旅客保險機制推動計畫 凍結二百萬元 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 第六案 落實智慧國土內政突出整合應用計畫 九千六百五十萬元 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 先讀完畢 好 報告事項第三案至第六案 均予以備查有異議 好請 黃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好 因為我們當時在審查的時候 要求他們做這些書面報告 可是到現在為止我沒有拿到書面報告 只有這份嗎 都提供在下 在哪裡 是這一份嗎 報告書第一個 上面寫報告一的這個 就是那幾個字啊 不是啊這一整本啊 這一整本 哪一本 因為我拿的是這本 所以我今天講說 課長拿給黃委員看一下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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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 這本給我這個 我想有幾個 我必須要在這裡先提出來 第一個就是 內政突資整合應用計畫 我想這個內政突資的整合計畫 我能不能請部長說明 內政突資整合應用計畫 的中長程計畫 用在公共建設計畫當中 你們準備怎麼做 因為我一直沒有看到這個部分 圖資的整合計畫的部分 我請主任來說明一下 好 那那個還是請大家要控制一下音量 跟委員報告 那個有關那個內政圖資整合計畫 其實它是一個基礎的一個服務 也就是整個那個台灣的一個 地形的一個基本資料 圖資建置以後 可以讓很多的應用在上面 來做一些呈現 比如說以這一次的統一化來講 它就是應用我們的 的基礎圖資營 來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目前這個業務的話 是持續在推動 事實上這個已經投資了很多錢 各縣市政府也都把 台灣的底圖都已經畫得 越來越完整 而且不斷的在做精進 所以這個工作是持續在做的 而且也配合未來數位國家的計畫裡面 它是要去結合很多的機關 要去做這件事 我想這個 因為這個資料給我的並不完整 我今天早上才跟主席抗議過 因為一天要排這麼多的案子 其實是沒有辦法消化掉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一些計畫 我請部長再給我 這個是第二個 我們再給委員更詳細的資料 好不好 好 第二個 就是 營建署的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這裡寫的是從 歐蘭筆貓鼻頭的公園的門票那些去找手 要做這些東西 但是我其實對 營建署的國家公園 尤其是高雄的瘦山國家公園 包括它的組織 它的人員編制 到現在都是一個黑機關 我覺得 如果營建署用這樣子兩套標準 在做這件事 本席是有意見的 所以我建議 這個預算先凍結 把那件事兩件事一起處理 沒有理由說 我們 高雄的瘦山國家公園 已經通過那個組織 應該有七年還是八年的時間 這個跟黃偉報告 最主要就是 受傷國家自然公園 是受到我們行政院的主改 那主改過了以後 院裡面是主改以後 這個才可以更多 那個署長 我不同意你的這樣的講法 因為整個的主改到底要 牽連到什麼時間 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委員 也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在這裡說了算 我從進來立法院一直到現在 每天都在講主改 所以第二個案子跟第三個案子 包括這個國家公園的太魯閣的部分 跟落實那個智慧國土的部分 本席有意見 我建議還是要繼續再凍結 否則 如果說不凍結的話 我想我也可以退一步 我們要求 在這裡再做一個主決議 要求 你一樣像我是高雄的啦 高雄的那個國家 那個瘦山國家公園 他們現在用主改 不讓人事不讓組織 能夠成為一個透明 而且是一個可以運作的 那我想這個對我們大高雄地區來講 沒有辦法過就是沒有辦法過 那你不能拿主改 來讓我們整個國家公園的組織跟編制 沒有辦法正常化 我記得我也跟部長親自談過這件事 沒有道理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我要求這個部分要處理 否則的話 那麼我們就繼續凍結 以上謝謝 好 那我來處理一下 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是叫做報告事項的這四個案子呢 當時的決議就是送書面報告之後就可以解凍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才是所謂的這個 被查 所以呢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剛才我們黃委員認為還不夠詳盡的部分 請補充你們詳盡的資料給委員 可以可以就黃委員剛剛所在 但是黃委員所關切尤其我們高雄受傷國那個 欸 國家公園 這個部分我們一併把它詳細 詳細再做個說明 我覺得我們很支持黃委員想想 你聽過處理完嗎 我處理完 等一下你先聽過處理完 等一下這個你已經講過了 我們後面的預算都可以再來把它 不管刪除解凍我都會支持你 那個舉行我能不能具體做建議齁 我們請部長上來承諾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有七八年的時間 對我們大高雄地區也非常的不公平 如果署長剛才告訴我說是因為主改而沒有辦法做 能不能請主席請部長上去做承諾 如果部長承諾我通通都沒意見 部長不承諾那我當然有意見 好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 請部長承諾好嗎 我們很願意請部長承諾 部長也請你上來說明一下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在審他明年度的預算的時候 有關於這個部分我的看法跟你一致 我們都可以好好的嚴審他們的預算 那請部長要不要宣示一下 對於我們高雄壽山 這個國家自然公園的部分 可不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決心 讓他可以有足夠的經費人力 趕快讓他明確化這樣 不過雖然那個整個組織改造 確實是行政院有律定他的一定的推動時程 那也有推動的機制 那現在整個都是由人事總處在控管 那在這個機制之下 我們還是要積極的去反應 剛才委員所提的那個問題 好不好 所以剛才已經講整個是行政院在控管 所以我們 你早知道你早知道這會也考慮了啦 我早知道我就跟你講 你早知道你早知道幾十年 沒有道理 倒不是啦我想他們 我想他們現在行政院本身 對整個主改有一定的控管 那我倒是剛剛華委員所提的 我們很努力來積極的來反應 我想去公道話 那也是我們吳敦毅副總統他的任內 對高雄也算是一個很支持的做法 對不對 那延續到現在民進黨政府執政 我們當然也很希望他更明確化 那但是我們是不是這個 他只是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送書院報告我們先這樣啦 那後面 有今年要審 那明年那個預算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再審 好不好 好 那各位請教委員會 我們第三案至第六案遵遇 被查有意義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們來進行 我們來進行後面了十幾案了 後面十幾案的解凍案 好不好 好 好來我們到前面來一起協商喔 蛤 沒了 好 有 FAFA 我們這樣會有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可以讓他 如果我現在要改 可以是一個單純的 所以可以單純的 如果我們這樣就要改 如果我們這次發了 那的話 我其實關於爸爸是原住民 或者是沒有是原住民 爸爸是原住民 我們又讓他 中國自由馬來 那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我們 在美國的行政 但是要來自中國 美國的行政 是美國的行政 那我要幫他串 你要不要 要不要 這個行政 這個行政 那等於要說明教官就來教授 對 要用餵教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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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基本上能不能到 我也做不肯改是怎樣 我就是所知 幫不到 沒關係 聽到可以做 來幫我們就盡量 你就往這個方向走 對 我去跟他 讓今天在 現在呢 都要不認識 你聯機的意思 不會 會啦 他這樣有什麼 因為主張沒有 主張沒有 主張 我要說的就是 不是 你怎麼說 主張的公安就是 五兆一天 五兵一天 他說五兵要給我們錢八百萬 壓力那麼多 我問是安安 都不是說的 他說是怎麼要給他錢八百萬 他怎麼整個房間都了 你要怎麼說 他很愛吃那個小的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都在演藝 我們在演藝 那個真的不是 農委會有回答嗎 他不是也是分農 我才會報告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這樣很不可以 我當年我還要說明 我官僑 官僑 他還很清楚 他還不敢說而已 五龍果吃到 五島吃到 你屬體給你問 你屬體多大 所以我們是這樣 我們現在這做 就是要先圍網 圍起來就比較好 不是比較平常 就是手機 如果你這樣 第一個 都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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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天南 再 二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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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 一 二 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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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想我想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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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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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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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